半个月前来了一窝蜂 然后现在又来了一窝 还是蛮大一窝的 养蜂不买种,勤放幼蜂筒 哈喽大家好,我是真过瑜 这个箱子我们上个礼拜把它磨过来 现在又来了一窝蜂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抱下来 底下收了 来,我们把它拿到底下来收 哇,好大一群,好大一群啊 有点脆皮啊 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啊,反过来收 哇,这些都是新皮 很软 好,我们把收通笼倒上去,然后不停的敲 哇,这笼子太多了 不停的敲击,赶它们上去啊 好,现在这个已经差不多完了啊 然后我们来收这个香袋底下的啊 这上面有点水蜜啊 我们拿回去吃 好,我们把这个盖子上面的收掉 盖子上面的我们就这样放上来敲 哇,这个蚊子穿的太多了啊 超级无敌的痒啊 哇,这个盖子的收完,收香内的老样子敲 哇,找一个地方把它吊起来 好,这个箱子都差不多收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封笼调到那个又风箱的位置去去收一点彩极风啊 现在那里有彩极风在飞 我们把这个收封笼调到这里来,收点彩极风 我们收点彩极风,然后等一下才过来拿走它 好,这个箱子都已经收完了啊 我们这个箱子 先不要放在那个位置 我们随便找个位置丢 然后过几天再拿去那个位置放 让那个位置的踩几风都死掉先 我们随便找个位置丢就行了 过几天再拿过去 我们就放在这里就行了 就留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就行了 过几天我们再拿过去放 好这个位置第二窝蜂收好了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连续来的两窝蜂 而且都是比较大群一点的 我们过几天再把那个箱子放回原位 现在刚下完雨蚊子太多了 赶紧走 咬得受不了了 没被蜜蜂遮 却被蚊子咬得受不了 好了养风不买种群放又风通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